最近吵得沸沸揚揚的 陈同佳送台案始于去年2月 陈同佳与潘小影就对香港情侣来台旅游 后来演变成陈同佳与台湾境内杀害女友后逃回香港 而这起罪案不仅成了香港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的开端 现在更引起台湾国家司法主权等争议 在探讨进来台湾司法管辖主权争议前 我们先来快速的回顾陈同佳案的始末 2018年2月13日香港情侣陈同佳与潘小影来台旅游 17日陈同佳杀害潘姓女友弃尸之后搭机返回香港 3月13日台湾警方发现了女方尸体 香港警方巡线局到陈同佳 陈同佳承认杀人并且遭到香港警方的拘捕 同年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于3月4月7月 三次向香港提出了司法护助但港府皆未回应 2018年12月台湾士林地检署向陈同佳发布通緝令 2019年4月香港高等法院以洗黑钱罪判陈同佳29个月刑期 2019年10月18日香港特首林郑月儿向媒体表示 陈同佳自愿到台头案 同年10月23日陈同佳出狱 出狱当天她向大众表示愿意来台头案 同天香港的保安局局长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草案 你可能会先疑惑为什么香港不好好审理陈同佳杀人 而是用洗黑钱罪抓他去关 而这也是一连串事件的最大前提 参与刑法司法管辖权为属地主义 需要在香港境内发生的案件罪行 港方才有管辖权 反之则无权处理 所以香港仅针对陈同佳回港之后 盗取女友财务获利等控告洗黑钱罪 虽然港大法律学院首席讲师 在今年5月的时候表示 不论从属地主义刑事追溯权 海外取证等方面分析 认为港人港审谋杀罪是可取方法 他并批评香港政府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这样的判刑一定不符合社会期待 也无法实现司法正义 所以台湾地检署也很积极的 向香港提出了司法互助 将陈同佳引渡来台 交由台湾审判 大家对这样的情节应该不陌生 电影影集都常出现跨国合作办案等情节 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引渡 指一个司法管辖区 应外地要求将正处在自己领土之内 受到外地通缉或判刑的人 移交给外地审判或是处罚 通常两司法辖区之间 要签有引渡条约或是协议 而台湾与香港之间并没有引渡协议 这大概不太意外 因为引渡通常是发生在 两个相互承认主权的国家 但就算没有引渡条约 国际间仍然可以签订备忘录 刑事司法合作协定等方式将嫌犯移交 例如台湾跟英国还有波兰都签有这类的条款 但问题来了 在香港使用的基本法中 与国外机关签署 必须要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或授权 那台湾与香港签署任何协议 到底像国内或国外 国外的话就必须要惊动中央 但北京政府怎么可能同意香港 把台湾视为外国独立主权国家呢 同样的我们也不可能跟他们是国内事务 然后大家可能会说 那就不要签任何东西啊 把人交出去就好了 但只要是正式引渡移交犯人等程序 香港是依法行政的 必须要由法员工香港法院判定 那难道台湾跟香港之间 从来没有司法上的合作关系吗 很多人会提到三年前香港发生的水泥风湿案 当时有三名香港的嫌犯潜逃至台 而台湾的警方就是在桃园街场的空桥 将嫌犯交给了赴台的香港警员 但这个案子与陈同家案不同的地方在于 当时台湾其实是注销他们在台的出入境许可 让这三名嫌犯必须要即刻的离境台湾 只是更热心的呢 搭配了专情对执行强制出境作业 而港警呢 是在空桥将嫌犯带回 所以并不算是司法合作也不是引渡 就只是把人驱逐出境而已 但陈同家是港人 所以与这个案子本质上就不尽相同 综合以上两大前提 香港政府表态立场为 第一香港是属地主义 他们没有办法审判陈同家的杀人行为 第二香港无法用正式的合法程序 国际司法互助惯例将陈同家交给台湾 所以香港就出现了这样子的说法 让陈同家自己搭飞机入境台湾 由台湾的检调单位抓住 就算是台湾的执法人员前往香港 也仅能够在过境处跟陈同家会合 与陈同家一同搭机回台 因为机场过境处不算是入关 所以就不算在香港的境内执法 但这样的做法呢 目前卡在台湾因为已经发布通气 所以陈同家被列入境管制 嫌犯当然不可能上次申请签证 内政部长徐国勇强调 陈同家并没有被限制入境 而是需要林贵申请签证 我国移民署也解释 陈同家设犯杀人案 基于治安考量无法网路申办签证 必须到我驻香港办事处 林贵申请签证才能搭机来台 当然这个方法前提也是 陈同家自己愿意搭上飞机 因为香港一再的强调 陈同家现在出狱之后就是自由之声了 香港没有办法使用公权力 迫使他做任何事情 解释完陈同家的送台争议 我们再回头来看看 在10月23日正式画下 句点逃犯条例跟陈同家 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如在一开始所说的 香港想要将嫌疑犯送到台湾 实在是在政治跟法律上 都有极大的争议 后来出现了逃犯条例 当中建议移除原本在逃犯条例中 对于中国、澳门、台湾的地理限制 让香港可以利用一次性、专案或特赦的协议 只要经由立法会同意 特首签署之后就可以移交嫌疑犯 等于是香港政府只要签一个函 就可以将陈同家送来台湾 但迷眼人都知道 陈同家仅是一个时机点 最主要的目的 恐怕还是想要把移犯移交到中国各地 一次外界又称为送中条例 虽然送中条例落幕了 但陈同家何时来台 如何来台仍然充满变数